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无印良品空间改造计划的业务总监吴宗玉 台湾无印良品的MUJI Renovation空间改造计划 开始于2017年11月 在台湾展开服务至今累积住宅单元 青年旅馆 商业设施 绿化空间 共享办公室 工部门等超过70个案例 服务过许多新橙屋装潢 老屋改建 也陆续协助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住宅的家具及空间规划建议 未来持续于各领域类别承接案件 为顾客及社会做出贡献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空间改造计划的模组设计及代表性案件 首先我们来看看模组设计 第一个部分为方格强 方格强它保有了无印良品原创的寸法原则 靠墙摆放的时候可搭配无印良品的模组收纳用品 作为收纳家具 独立摆放的时候可作为隔间家具 因为没有背板的设计可保有一定的视觉穿透感 第二个模组设计为小天花 小天花的走向基本上是跟着空间中的梁柱来做延伸 界定空间的同时也可以走线及架设轨道灯 来辅助空间中的气氛营造 另外搭配无印良品模组收纳家具 刚自主而成架 可以快速隔出所需空间 灵活运用 第三个模组设计为柱空间 柱空间可以依使用者需求搭配拉门及收纳家具 随时隔出所需空间 弹性的空间运用非常适合偏小的现金柱家格局 应在空间中只进行最低限度的木座 因此可以合理地降低工程造架 第四个模组设计为移动收纳 移动收纳是以无印良品模组为整体开发基础 可与收纳用品互相套用 可依照使用需求靠墙独立或是连接使用 快速移动隔出所需使用空间 周边配件多元可对应各种使用情境 最后为近期发表的最新模组填字门 在空间中预埋拉门轨道 借由拉门的移动可依需求随时调整隔间 如影片所示可快速隔出LDK 校清房、客房等多元空间 同时填字门模组可整合天花板管线 照明系统、放大垂直空间 接下来为代表性按键分享 首先为住宅改造 我们协助民众翻新就有房舍 并重新定义空间需求 新城屋也提供空间改造服务 规划出真正符合生活需求的居住条件 接下来是青年旅馆的案例分享 以使用者行为作为规划的出发点 先将房型单元落定下来后 接着进行公共设施环境的规划 踏出房门就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房客 自然而然地交流 完整地将青年旅馆共享的概念 发挥到淋漓尽致 以示大空间的规划概念 使得青年旅馆不再局限只有旅速的功能 公布门空间活化 小屋聚落 MUJI Retovation空间改造计划 在台东铁花村打造的六间木质地的 无印良品小屋 选材上 邀请木构造经验丰富的 在地木业制造商参与建造 让这六座无印良品小屋 能与场域上的老树 与周边的自然景观融合 带给人清和温润的安心舒适感 台湾柳山结合可回收铝材 作为主要材料 呈现木材温润质感 设计思考上 则采以空的容器为概念 去除多余装饰 并同时具备可变性与泛用性 让无印良品小屋的未来 有各种使用的可能性 以幼儿园的需求作为出发点 首先将原为活动中心的入口 改造能全面展开的通透门片设计 让空气能够流通 光线也能自然地洒入屋内 从入口处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活用空间的挑高处 将老师们使用的教保室 以温馨的小屋造型呈现 使得原本较为严肃且难以清净的空间 转变为可爱又温暖的环境 让师生们都能与此更舒适 自然地交流与互动 教室规划整体以明亮 简洁为出发点 同样以自然温润的木质调为主体 搭配上明亮的白色调 在质朴沉稳的环境下 让孩童们更能专注于想象力的发挥 进而发展出多彩多姿的各种可能 最后为共享办公空间 除了单元工作环境之外 设计开放共享空间 让工作者得以休憩与分享交流 以口袋概念来做空间的维缩 使用窗帘呈现软性隔间 提供更多元的使用方式 透过对于台湾居住生活的观察 无印良品在提供简约、自然、 负质感的商品基础上 进一步借由空间改造计划 希望提供台湾民众 更完整的好感生活提案 空间改造计划接下来将制作 一系列个案及主题影片 持续跟喜爱无印良品的各位 分享目前在空间规划 及模组家具所能提供的服务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